關於外表很快後 你們可以看得到上面已經 這個紅很不自然 因為是已經在被重新塗lair 過大概三乘到四乘的 比我們之前兩副的修復經驗 兩三次修復經驗上面 已經被重新塗了三乘到四乘的 這個紅色的棲領 那櫻桿本身上面你们可以看得到 这些很严重的这些皱缩反应的保护层 还有这些已经被拉破了这些颜料层的部分 那都是要之后经过这个测试 然后判断以后做一些清洁的动作 因为针对这样子的这个红色的气料 我们如果用溶剂溶的话 它可能会让它上面这个重新涂附的 这个三层到四层的这个颜料 会和最下面它原作的这个部分的这个 这个这个气料会做一个可能融解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那势必会造成非常 往后非常难清洁掉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会用手术刀 一点一点的一层一层 将这个红色的部分慢慢挂除掉 慢慢挂除掉直到我们认为 是它原作部分的这个涂附的这个红 红气料的时候才会暂停才会停手 OK那这是对付这个红色的这个部分的 这个重绘的清洁的这个方式 那到了最后的下面那一层的时候 我们会再用适当的溶剂 做一次完整的这个比较细部的 等于是打磨和这个溶解掉这些脏污 然后还回它原来该有的这个样貌 好那么针对于这样子 门绳中间这些还涂附了非常厚的这个 这个老化的这个保护层的 就是这个旧化的这个可能是铜油 可能是铜油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化学的合成素质 这样子的东西我们该如何处理 其实基本上不是只有用什么单纯的湿敷的方式啊 或者是单纯的用机械法用棉花棒 沾适当的溶剂就来把它给处理掉 我们从棉花的 如果要做这样子的清洁 我们从所有的材料 包括溶剂 还有你这个接触的这些 例如像棉花棉花棒 我们都会做一些特别的筛选 从棉花的品质上面我们就会去要求 你该怎么样选择什么样纤维 然后有没有这些很多残质 这些杂质类的这些这样子的棉花 分布均匀的这些棉线 然后来挑选出来 作为我们棉花棒的这些材料 那棉花棒该如何去卷 其实基本上每一位来这里的学生 然后还有我本身 都是经过非常久的这个训练 然后会卷成一样固定的形状 不同的size 然后才比较好能够去使用 就是卷棉花棒它也是一个非常基本 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然后选择适当的溶剂 真正去接触到这个文物的时候 那个时间的多久 力道的多寡 还有它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其实都是这个修复式必须要不断累积经验 才有办法的 而不是一种溶剂 就可以清洁所有的这些 整个这个部分 因为它上面你们可以看得到 它有很多金箔 很多墨线 很多不同色彩 所组成的一个图案 所以你绝对不能只用一种方法 一种所谓的理想中的SOP流程 就想要把它处理好 把它解决掉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基本上会搭配湿敷的方式 用这个除纸 然后固定的范围之内 然后固定的描述 去做湿敷的方法 那将这个上面 老化的这个保护层软化之后 会再用棉花棒 蘸一定的溶剂 那种一定的这个技法 将这个软化掉的这个保护层 慢慢慢慢的移除 从这个表面 从表面移除 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危险 也是非常细致的一个动作 那这必须要非常有经验的 这个修复人员 才能够来操作 不然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 如果你是用一个很自私的方式 去做这样子的清洁法 那么很多的 例如像胡子啊 或者是像金箔上的这些云纹啊 还有这些墨线 都很容易就被清理掉 很容易就已经就丧失掉了 这样很珍贵的这些 好不容易留下来的这些 文化资产上的 这些重要的颜色和线条 所以我们在做这个清洁的时候 基本上 我们如果真的要探讨 修复里面有没有 可逆不可逆这样的事情 那我可以说 清洁是一个绝对不可逆的一个动作 就是你当你不慎 将这个文物上面重要的 这些线条或颜色洗去的时候 这样文物就已经被你破坏掉了 所以在修复里面 我想尤其是针对台湾的这个彩绘修复 我所得到的经验 清洁会非常非常的重要 占了很大的一个 等于修复的一个 这个完整度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在做清洁的这个步骤 是非常非常小心的